身处分乱之士 心存健康之道 大家好 欢迎来到健康1加1防疫身心灵 我是JoJo 前不久有一名妇女在头上扎了几根针 在捷运上 而且她淡定的织毛衣这个画面 就引发网友热烈的讨论 有不少民众就说 这个妇人充分利用时间 因为她就是做了针灸 说到针灸其实是中医 重要而且独特的治疗方法 能够治疗疾病缓解症状 而且头皮针更是一个非常复杂 以及多功能的治疗方法 从中医生的专业角度来看 大脑好像总司令一样 那头皮针就指挥她下达命令 来修复身体 那头皮针可以治疗全身的疾病 到底怎么做的呢 想要了解的朋友请继续跟我们讨论 记得先订阅开启小铃铛 并且在干净世界申请一个账号 关注健康1加1频道 好的今天的直播欢迎观众朋友加入 您可以在留言区留言跟我们互动 首先介绍今天的嘉宾 是新一堂中医诊所院长 吴国毕医师 哈喽吴医师你好 再见好各位观众好 好我们今天要跟您讨论一个 就是在中医治疗中 有一个非常特别的针刺方法 那其实就是头皮针 很多人听到头皮针会觉得 哎呀很害怕头皮扎针 其实头皮针是一种刺激皮脂的针灸疗法 而且说到这个针灸疗法它可以治疗 急性还有慢性的痛痛 包括中风啊睡眠障碍等等的一些疾病 而且头部据说是应该是有头盖骨保护 而且在表层不会太痛也很安全 所以为了了解这种有效的治疗方法呢 我们想请吴医生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到底是什么是头皮针 那在传统医学跟现代医学研究 有哪些认识呢 其实这个头皮针 其实在现代来讲就是 很多中医师开始有在使用这个头皮针 这个头皮针呢 在古代其实它主要是治疗头部的一些疾病 也就是说大概 但是它的范围比较局限 古代呢主要治疗 比如说我们的一些头痛头晕 还有一些精神的疾病 以及比如说眼睛耳朵鼻子的这些口舌 这些疾病 但是因为现代的这个头皮针的治疗方式 跟以前完全不一样 为什么这样讲 就是说现在头皮针 其实是有一些中医的一些前辈 那这些前辈们 其实呢 他们以前都学过 西医的大脑的解剖学的一些 大脑脑部的功能 这些知识 在结合了西医的这个知识之后 然后再把中国的传统的这个医学东西把它融合起来 然后就发展出头皮的一些很特殊的一些治疗方法 这些方法其实大大提升了很多一些疑难杂症 一些重症的一些治疗的一些效果 那比如说中风 帕金森失症 失之症 或者精神躁郁这些东西都可以透过头皮症来治疗 所以这个东西是非常有效 也是非常宝贵的 等一下我会讲一些我临床的用的一些案例 这些都是非常有趣的一些东西 所以今天的节目其实是蛮精彩蛮有意思 因为我们会把一些效果一些东西 还有中医的西医的一些知识 完整的介绍给大家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是非常非常棒的 那再来的话就是说 我们先简单来提一下 就是说我们其实在头皮症治疗里面有个比较特别的就是说 我们就是有一种叫生物全息率的一个东西 那这东西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这东西就是说 就是在1981年 大陆有个学者叫张颖青教授 他在《自然》杂志里面发表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理论 叫生物全息率 这个受到很大的一个回响 那这东西其实这个理论其实非常重要 它可以解释了很多中医的在看诊的 望诊的一些理论 这个是怎么讲 就是说这个生物全息率 就是说我们生物体的某一个局部 这个局部算是一个全息源 这个局部可以反映整个生物体的讯息 意思就是说 你生物体我们人的一个小部分 比如说我们把麦这个手 在手的这么小的地方 它隐含了一个人的缩影 所以我们可以透过这一个小小区块 可以探测到整个身体的一个现象 所以这个东西就很有意思 而且它这个东西不只在我们的手 比如说在我们的整个这个脸 这个脸来看的话 就由上往下 比如说就像一个人在这里 那最下面这里会是什么地方呢 如果以一个人来对应的话 这里会是比如说他的一个子宫的一个部位 所以有的人比如说他这边长痘痘 女生这边长痘痘 那就觉得尤其是在月经前后会特别明显 所以为什么有这个现象呢 这就是这表示你的子宫这里有问题 这个就是我们全息源的一种很巧妙一个做法 另外有个地方比如说就是在耳朵 就是人体一个缩影 所以我们可以通过耳针或是耳朵的按摩 可以治疗到我们全身的疾病 所以它这个观念其实在我们现在临床 中医的应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 所以头皮症的治疗里面最大的特色就是说 在西医对那个头皮的认识以外 它现在的一些中医师 一些前辈人所融合进来的 就像刚刚讲一个全息率 所以它可能会在头皮的某个区块 比如在这个区块会有一个人的缩影 而且在这样的情况下 它可以大大的丰富了传统的 这个中医的治疗的一个内容 而且包括西医整个完全扩大 所以它治疗的范围真的是非常的大 等一下会跟大家报告 我们临床治疗的一些经验 是因为我们也非常期待 刚才从吴医师您谈到 有关于全息率的这个部分 很多人就会不了解说 为什么中医其实是治疗 有时候我们好像脚痛然后要医头呢 为什么有某些地方 比如说月经痛我们要医这里呢 所以它就是因为从全息率 就可以非常清楚的辨别出来 原来它有这样一个道理 然后还说到人的中枢神经系统 其实是非常复杀的 而且科学家就试图要定出脑部的 各个部位所支配身体的功能 到现在呢已经清楚 大脑有一些部分来负责肌肉的运动 有一些负责感觉 有一些负责语言 有一些负责视觉等等 那各个中医头皮针 大师对于脑部的各种功能 都有深入的研究 那这些都是头皮针治疗的基础 所以我想接下来请吴医生来 为我们介绍一下脑部各个部位的功能 我们这里必须先把 西医对大脑的一些认识 跟大家介绍 这里等一下讲的东西 可能大家会觉得说有点难度 但是没关系 请你仔细看 因为你知道这些知识对你是很宝贵的 因为你可以知道说中医怎么治疗 万一如果说自己或自己的家人 亲属朋友 有脑部的一些疾病相关的一些问题 你通过今天的讲解 你可以有一些大概的一个认识 所以我想今天就是要特别 把这些东西跟大家介绍 在1909年 就是有一个德国神经学家 也是脑科学的一个医师 这个人他其实他在 他叫Broadman Broadman他其实发表了有关大脑皮层 大脑皮层细胞结构的一些著作 那这些呢 其实把大脑的皮层的功能 整个做了一个分区 大概有52个分区 这个就是我们很著名的Broadman的 一个分区的一个系统 这个系统呢 其实他的关键的地方就是说 他把大脑的不同的部位 他某些部位 他掌管了人体的某些功能 都把它分得很详细 但是因为其实52个分区其实很多 我们临床真的用到的 其实也没有这么多 但是呢 有些区域对我们临床的治疗是非常关键 其实刚刚讲的这些头皮症大师 很多以前就是外科的一个医师 甚至脑科学方面的一个专家 所以在他们有西医背景之后 再转到中医的部分来做 中医的理论的结合的时候 就非常完美的 所以我们现在大概要先介绍一下 我们其实大脑的 其实大脑半球在被这个中央沟 还有它的外侧沟 还有一些整顶沟的这些地方 把它分成四个主要部分 一个是额叶 额叶是在前面 然后顶叶 后面的话是整叶 把它分成四个部分 这四个部分它的功用都不太一样 第一个我们也先要先介绍 就是前面的这个额叶 额叶其实它是在我们这个中央沟 就是这边斜斜有一个 大概这个角度很有意思 大概是22.5度 大概23度左右 我们人的大脑的一个大的中央沟 这个倾斜这个角度 跟我们这个地球 这个南北地球这个轴 倾斜这个轴 有点接近 这个是非常有意思 有点雷同 那在这个分野之前 在中央沟之前 也就是在这外侧沟之上 这个就是我们的额叶 这是我们人体大脑的最大的一个脑叶 它占了整个大脑表面的三分之一 而且大脑这个额叶 大概我们先主要分成几个部分 一个是中央前回 然后再还有一些额上回额中回额下回 这几个区域其实对我们最常用到就是中央前回的部分 这个部分主要是掌管我们的肌肉骨骼肌的一个随意的运动 所以比如说像有些人中风之后 比如说他这边脑出血或脑酸塞 左边的 他如果说伤到他的运动区的时候 他对侧的手脚 他可能就活动不灵活 就瘫痪掉了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原来他是这个地方出问题的 那如果说他今天如果说出的问题是在比较 比较不同的地方 比如说他是在比较下面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的话是管语言的部分 所以这个语言的部分可能他受伤了之后 他可能就是讲话就会有问题 这个地方我们就要是那个叫blocker area 这个地方是主要是管我们的一个语言的一个讲话的部分 如果说你这个地方你受伤 你可能就没办法讲话 所以他这个地方有不同的一个区块的一个功用 再来我们这个整个这个大脑的这个额页的部分 他整个功用他就是说主管我们的思考创造判断 还有计划 还有那些有些欲望的这些的高度的一个精神中枢 所以我们头脑的很多区块 最后的会总结 会在这个额页这里面这边做一个系统的整合 所以这个地方就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们对于某些东西 比如说我们看东西要维持一个注意力 或者是我们要有一些道德的标准规范 或者是想要解决问题的一些思考的能力 有些计划 甚至我们工作要有一些记忆 这些还有谨慎的一些做一些决定 专注力 这些呢其实都跟我们这边有关 所以你这边额页这边如果说受伤的话会怎么样呢 比如说我曾经有一个患者 他这边受伤的非常的厉害 结果呢 他现在跟我讲说 他太太以前脾气非常的好 结果他这个地方额页受伤的时候 他性情大变 变成说他很喜欢骂人 很喜欢骂脏话 他以前不是这个个性啊 结果是因为他这个地方受伤的 所以这个地方会引起我们的情绪上的一个改变 或者是我们人要有一个道德标准 能够遵守 是这个地方必须掌控的 所以如果说我们这个地方如果出问题的话 他可能会怎么样 就是说他会在一个记忆上会有点问题以外 再来的话就是一些会有一些不适当的一些行为 这些行为可能就是 像刚刚讲的没办法表现出适当的一个行为 所以我现在再举一个例子就是说 刚刚讲到这个地方是管我们讲话的一个 语言的一个能力 我曾经有一个患者就是一个18岁的一个年轻人 然后他骑摩托车就是骑机车骑得非常快 结果时速100 结果这不小心车祸撞到了那个小的那个墙 结果后来就脑出血 就他这个脑出血呢 就是他伤到的是右边的这个相对的这个区块 这个区块呢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是语言区 结果他受伤的时候呢 他这个大脑这边有稍微做一点手术开刀 他整个脑部的其他功能没什么道理 但是他就不会讲话了 变成说他变哑巴的 结果他父母非常着急 包括他本人非常的难过 结果他在西医那边就是在住院 住院住了三个礼拜 就是在这个语言部分完全没办法恢复 结果医生跟他说 你这个语言有可能就一辈子就是变哑巴了 所以他们就非常的难过 非常紧张焦虑这样子 那后来其实他就是出院之后 出院三周之后就出院过来我这里做治疗 那当然因为我知道这个区块 其实对他这个语言的部分其实是有帮助的 但是我在治疗第一周 我的治疗的策略是 他的颈椎 颈椎的这个部分的所造成的一个头晕 这边先把它解决 因为他一撞击的话会有一个脑震荡的一个现象 其实你只要有车祸或脑震荡的一个现象的时候 通常你这个头部会受到 我们头皮就是我们头部这个大脑就像一个豆腐一样 他突然你被撞击之后 这个因为有这个脑壳对不对 他会像这样整个摇晃 摇晃之后他整个气血他整个就混乱 而且重点还有一个就是说你只要头部一撞击 其实颈椎也会折到错位 所以我们这是把颈椎这里做一些调整 然后这边做针刺 让他能够气血先群化 改善他的头晕 第一个礼拜是这样 第二个礼拜我们就开始制咬 他的所谓的这个语言区的这些针刺的一些方法 结果就是在制咬一个礼拜总共两个星期之后 就让他就开始可以讲话了 这个是蛮有意思的 因为说在西医的系统下 你可能就完全无法讲话 但是我们透过脱皮针刺 竟然可以在两周之内 让他恢复语言可以讲话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治疗的方法 我想这个东西对一般人是觉得不可想象的 因为说这个怎么办呢 你要怎么去处理 这个是一个很难去想象的东西 另外我们再来谈一下这个顶页 头顶这个部分 头顶这个部分 其实我们在这个区块有个叫感觉区 像有的人就是比如说 像刚刚讲的 比如说中风之后 他不是运动有问题的 他可能手脚的感觉 本身也开始有一点点状况 那这个呢 就是说他的感触 感触的地方就是有问题 在这个上面这个顶页的部分 他有一个重要的功能 就是说他对于我们空间的这个一些意识的一些调整 是有用的 也就是说我现在人处在这个空间 但是我现在手放在这个地方 但是我可以知道这个本身以外这些空间的这种感觉 是主要是这边来处理 而且这边呢 他可以统合了我们所谓的听觉 还有视觉的整个一个讯息的一个接收 所以他其实每个区块都有每个区块最重要的一些功能 在这个地方呢 就是我们其实在治疗上里面是很常用的 主要是这个感觉的部分 所以这个东西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再来的话 因为就是说 其实我们中医在治疗有一个重点就是 这刚刚讲这前面这边 这个是一个运动区 一个感觉区 所以你如果中风的时候 在这里做强制机的话 对你中风偏瘫其实是很有帮助的 我再举一个案例就是 有一个70岁左右的一个男性 他这个是左脑 左脑这里栓塞中风 那结果导致右边的手脚偏瘫 他在中风的第三天 我们就帮他做头皮症的针刺治疗 主要是在我们这边的运动区 感觉区这边的一些针刺 而且非常有意思就是 基本上我们去看他的时候是 右边的手脚完全是不能动的 在你这边做强制机的针刺以后 包括头皮的这些地方其他的加强针刺 结果这个患者有个特点就是说 他有很强烈的欲望 想要让自己恢复 这点非常重要 因为在中风的患者里面 他通常有时候意识消沉 他对自己的身体恢复 其实就比较没劲 比较提不起劲来 但是这个男生其实他有很强意志 他想要让自己恢复 所以我们帮他做针刺完的时候 我就请他身体尽量动 虽然不会动 他就不断的扭动他的手跟脚 结果我们针刺完之后 竟然当下这个右手就可以抬起来了 就完全恢复正常 但是左脚呢 他脚本来完全不能动 开始可以这样收缩 竟然在第三天这样针刺 就可以马上恢复 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 针刺中医的头皮针 真的是非常好 但是这里有个前提 就是你必须在黄金时间室内做针刺 他比较能够恢复到 完全没有中风的一个迹象 这时间来讲其实是非常珍贵的 大概一开始至少能够在五天内 三五天室内赶快用头皮针针刺 但是现在的医疗就是有个问题 就是说大部分人可能他在 症风的时候可能在医院已经住一个月 也通常做一般的附件 比较少接受中医的针刺治疗 这个会比较可惜 但是现在很庆幸的是 在台湾其实大的医院 很多大的医院都有中医部 如果说有亲朋好友家属 如果说在大医院里面 如果说有中风的话 可以请西医的主治大夫 看能不能协同中医的针灸的一个会诊 这个时候一开始就加强刺激的话 我想对一般民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这也可以跟大家提醒一下 那尽量的话就是治疗时间越早越好 再来的话我们谈一下这个孽页的部分 这个孽页的部分其实非常重要 我们所有的这些听觉中书 大概主要在这边 这边的话其实有一个有种现象就是说 有人中风之后 他你就会发现他有一个现象就是 他听不懂你讲话 他会讲话 就是你讲的话 他有听到这些声音 可是他没有办法理解你讲的话 就常常答非所问 这种我们叫感觉性的诗语 他这个主要是在这个地方受伤的 所以这个地方就是 这个地方就会有点麻烦 但是说麻烦也不麻烦 就是你把这地方做一些诗诗 这里有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区域 就是我们叫做韦尼克区 韦尼克区主要是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主要是跟我们的 如果说你这边如果说严重的损伤的话 就像刚刚讲的会感觉性的诗语 听不懂人家讲话的意思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在这个逆业的话 他有一个特点就是他比较深层的地方 会主管我们的一些记忆 这记忆主要是比如说一些海马回之类的 海马回的部分 我们等一下会跟大家再深入的探讨 所以简单讲这个地方 其实是非常有意思 是包括虽然是在侧边 是跟听觉有关 可是我们的视觉 视觉我们的一些色彩形状的 这些讯息 其实也会透过这里来做一些 讯号的一种整合跟辨识 所以这个地方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区域 再来我们最后来谈一下 对我们再补充一个地方就是 我们这个念叶的深层 它有一个叫说撞回的 这地方受伤 它会就是 它对一个人 它会没办法辨识这个人 它对人脸的辨识变得是 好像看起来都一样 真的是这样 我今天才遇到一个患者 他跟我说 他受伤之后 他对人脸的辨识真的是比较 比较辨识不出来 所以这个是一个比较特别的 最后这个地方整页部分 我们再讲一下 这个叫视觉中枢 这视觉中枢 它会在我们的中医的脑户以上 跟强奸之间这个地方 这个头脑后面 就是我们视觉看东西 只有会被投射到大脑的 后部的大脑的皮子的 这个整页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管我们的视觉的 一个处理 这地方其实非常的重要 就是说我们的视觉处理 其实不是只有中间这边看东西 其实视觉的旁边过来一点的话 它包含一个周边视野 在这里都是一个处理的区块 这里其实真是 是有一些独特的效果 我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 我一个独特的一个特别的一个案例 就是有一个72岁左右的一个男性 他在给我看诊之前 两年半前就是眼睛中风 眼睛中风就完全 就看东西就看得模糊了 整个黑掉了 但是他运气很好 就是慢慢的 他眼睛还是看得到东西的 可是呢 他过了两年半之后 突然又第二次的眼中风 结果后来导致眼睛瞎掉 就完全看不到 刚好因为他住我诊所附近 过了就等于说眼中 第二次眼中风过了15天之后 然后我诊所做治疗 我们怎么帮他做治疗呢 刚刚提到这个就是一个视觉的区域 所以我的治疗方式就是在我们的头部的前面这里 摆汇跟这里信汇这边做个三针的一个针子 让这个都卖 都卖的能量流可以整个前化 再来呢 因为这里有关视觉的一个区块 所以我们我就在这里这个区块 趴着让它从这里往上 总共真的七针 为什么要针那么多 就是要把它视觉的所有的区块把它抱住 而且方向是由下往上跟前面的这个头皮针 也是这边由后往前一样 因为能量流必须整个这样流通 让它顺着 所以我们通过这个地方的针刺 还有颈椎的这边做一些针刺 让它整个能量能够疏透 最后还有在手的一个眼睛的对应区 帮它做针刺 结果呢 它比较幸运的是我们帮它针刺三次之后 就重见光明 就是它就看得到东西的 而且它后来它每天最开心的就是 跟大家讲说现在几点 就表示说它看得到时间 看得到时钟是这个意思 所以这个东西是非常有意思的 我们再来谈一下这个边缘系统 就在侧边这个地方 这地方其实非常关键 因为它有一个叫做 我们叫做所谓的海马回的地方 这个海马回一定要特别跟大家提醒 注意就是说 这个地方是海马回管空间者的一些知觉以外 最重要的是短期记忆在这里 在这里有关的 这里海马回这个短期记忆为什么非常重要呢 我们每天在寄东西 在我们的前额的这个耳叶这里 会做一些记忆 这些记忆其实在晚上睡觉的时候 它会把它转移到我们的这个海马回 做一个暂存 然后做一个处理 处理完之后 它会送回到我们前面的耳叶这个地方 所以你看我刚刚讲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 它在这里做处理 那表示什么 你今天如果说有睡眠障碍的人 常常睡不好的人 你这没办法好好把这些记忆做一些储存转换 所以你就发现有些人说 他常常睡不好 结果他记忆力非常的差 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这个地方是非常的重要 但是这个海马回它处理的是短期的记忆 比如说有最近的一些记忆 但是如果说这里受到影响 他不会 他对以前曾经长期的一些过去的记忆 他不会忘记 他只是短暂的记忆 但是你就会变得非常的健忘 所以有人说我最近都记忆不好 什么都记忆不常常忘当忘惜的 有时候大概是这个地方就是比较弱了一点 所以这个地方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区块 在这里有一个特别的点 就是我们的耳尖往前三公分左右 这个是我自己找到一个点 这个书上没有记载 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叫性能核的这个点 性能核它是在管我们情绪的学习跟记忆 以及处理正向讯息 比如说一些酬赏的一些 或者是负向的一些讯息 比如恐惧 这东西其实会很重要的一个 要特别去注意就是说 你的这个性能核它会管到什么东西 最主要是负面的 比如说恐惧焦虑 挑衅 愤怒 大概都是在这个性能核这个地方 有点问题 这个地方其实我的经验比较特别就是 我们如果说在这个性能核这个地方做一个 增刺 一增刺下去 我的患者给我讲了一句话 因为他平常在练那个打坐 他说你增刺下去我整个好像入定了一样 整个心神定下来 整个心神就安定下来 所以这个刚刚讲的 因为这个跟恐惧焦虑情绪有关 所以你从这里增刺的话 就可以调整到我们一些情绪障碍的一些患者 包括我们这边 这个比较特别刚刚讲到 这个侧边的海纜茴这边 我们终于有一种方法叫镊三针 在这里有三针这样刺过来 这三针刺过来有什么特点 就是说它也可以让我们放松 我们终于讲的这个胆经的这个部分 胆经我就发现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点 就是说它对我们的情绪障碍的调整 是很重要的 所以在这里你做增刺之后 它不只情绪会放松 那整个人会变得很安定 不要不会那个狂躁焦虑 所以我曾经过有几个患者 他们有一个特殊的一个症状 他跟我讲就是说 以前开车都没问题 最近怎么突然开车会很恐惧 很怕开车 好像会有什么状况发生 就是被焦虑 竟然没办法开车的 跟我讲这件事情 也因为我们刚刚讲到 这里信仁和它是属于恐惧焦虑的 愤怒的一个区块 所以我们在这里做增刺 还有在这里做镊三针 做一个能量的一个平衡 还有包括前面的耳叶这里做一个增刺 增刺了大概三到五次 它竟然这种恐惧焦虑的情况 就可以改善了 这种东西的改善 其实包括了我们的一些 有精神的抑郁症 躁郁症 这些焦虑症的患者 情绪障碍患者 其实做投鼻的这个增刺 其实对它的精神稳定 真的是非常有用 所以这个东西是 我在提这个功能区块的时候 就顺便跟大家提 这样的话大家可能会比较 比较有感觉这样子 谢谢吴医师 怎么说呢 每次我跟吴医生做节目的时候 我都觉得就是吴医生是请囊相受 就是他很多人说 吴医师讲的都是干货 那确实因为吴医生就是希望 完全的都能够来分享给大家 让大家就是在这个其中都能够受益 所以非常感谢吴医师 这么请囊相受 谢谢 谢谢 那刚才今天吴医生有谈到 有关于头皮针的不同部位 他针对身体的一些不同的治疗方式 其实头皮针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 这个医疗方法 而且有不同的门派 我们在下一集节目中 也请吴医生来帮我们分别介绍 到底什么样的门派 他针对不同的治疗 对于头皮针有什么样不同的认识 我们下一集节目 再请吴医生为我们做详细的分析 非常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